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老頭的工商時間 今天要來介紹這一款手遊呢 是一款 大量相連銷豬的手遊 是由日本的Wonder Planet公司贊助 這遊戲叫做Crash Fever 然後呢因為工商的關係 老頭拿到這個帳號實在是超屌的 裡面的角色很多 而且等級都是滿等 然後鑽石有一萬顆 嚇死你們了 不過呢這些都不是我的 這因為工商所以才用這個工商帳號 那老頭呢也是有另外自己的帳號也是有開始在學著玩這個遊戲喔 那大概也差不多玩了一個禮拜左右吧 所以說呢也不是非常厲害啊 好不好 那我們呢待會我們要來稍微玩一般冒險來體驗一下這款遊戲 讓你們看看這遊戲在玩什麼 那這遊戲基本上呢 給你們看一下我的隊伍好了 這個帳號實在很屌 先給你們看一下隊伍要怎麼看啊 檔案假嗎 有沒有 這個這個帳號實在有點屌 全部都滿等 可是呢我會用的大概沒幾隻吧 因為姆薩薩因為他需要的一些 配套跟一些組隊的這個模式呢 需要一點連貫才有辦法把這個隊伍組起來 老頭現在所用的這個隊伍呢 是雷系的隊伍 那每一隻角色都會有他的這個主動技能以及他的C技能 還有被動技能 那這個C技能也是算這個遊戲的特色之一啊 那這遊戲的特色有兩大特色喔 那這個待會再做一下講解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這三隻角色呢 第一隻呢是挪詐 你有沒有聽錯就就是我們這個中國 中國風的這個挪詐 然後以及我們的這個 黃拳 你看到這個畫風真的還蠻美的啊 這個畫風就是很吃那種動畫風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第三隻是用我們的咒詩 為什麼老頭要這麼配呢 因為呢 這些角色呢都是屬於神族 那你們各位看見了我這個主動技能裡面呢有這個 神族兩回合內攻擊力大幅提升 然後以及這個三回合內所有角色攻擊力提升 還加回復力以及防禦力特大幅的提升 所以這主動技能其實跟我們這三隻角色的息息相關 以及我們的這個挪詐呢他會產生10個黃爆彈大 然後什麼諸如此類的 這個因為我們C技我還沒有講 所以說你們可能會有一點看不懂 那後續呢就像這個就是C技能了 C技能跟主動技能其實是不一樣的 C技能呢我可以現在先講好了 C技能呢就是呢 當你達成6珠消除的時候呢 會產生一個普通的C技能方塊 如果之後有連鎖到C技能 就是說你這個方塊 C技 C技方塊 產生出來之後 然後又有去連鎖到這個C技能的話呢 這個C技能就會發動 那如果 消除越多呢他這個能力就越大 消除9珠的話呢就是說連續同一個顏色 連9個這個珠珠的話呢 會產生一個大的這個C技能方塊 就是會變大就對了 那相對的呢如果你是 產生了12個消珠的話呢 你12個消珠的話就會產生一個更大的C技能方塊 以此類推 但是呢他還附加一個 爆炸的效果 可以炸掉這個 零近的射珠 來清一些 砸射珠之類的 好不好那麼呢這個講解呢 你們可能有點聽不太懂 不然我們就直接開始遊戲好了 好不好 我們先來試個水溫 讓你們了解一下 OK我們現在稍微來打一場 那剛剛老頭有講說這個 遊戲有兩大特色嗎 那這兩大特色 第一個是C技能 第二個呢就是我們這右下角這個fever time 有沒有看到這個打X這個符號 有沒有這個fever time的話呢 他是一個類似像 大絕的一種概念吧 等到你這個技量比較滿了之後就可以發動 那我們看 待會有沒有機會發動這個技能吧 我們就可以展示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呢這個面板的這個左上角 你會看到這個會有這個 屬性相剋的這個一個標記啊 就是可以實時提醒你說你現在的隊伍 對對方有沒有剋到 剛好我們是雷屬性 可以去剋我們這個對面的水屬性 像是我們現在按下這個綠色的有沒有 6消珠 產生一個C技能 各位看見沒有 C技能出現了 是我挪炸的C技能 他的只會產生在你前排的這個技能 比如說待會黃泉上場了之後呢 的C技能產生就是會黃泉的C技能 那我們現在是因為前排是挪炸嘛 所以說我們現在消的話現在消10個 就會有一個稍微比較大一點的C技能 然後呢你會看到他這上面掉出一個C技能有沒有這個是挪炸的被動劑 會隨機掉出一個 消12的炸彈C技能 有沒有他就產生了一顆炸彈 可以把林靜的這個珠珠全部炸掉有沒有 啊由於對面的敵人其實蠻弱的所以說一擊必殺 所以說這無意 沒有什麼好說的就是被秒掉了 好吧那麼接下來呢開始稍微打一打我們盡量就是趕快把這個關卡給清完 好難看如果沒有超過6年 沒超過6年就不會有C技能 珠珠 然後呢現在你看我們現在這個角色是誰啊好像是 黃泉嗎 那我們黃泉如果有產生一個6 有一個 我們這邊可以產生一個6年的話那這個C技能就是黃泉的C技能 然後呢你可以去對應一下他們每一個C技能像是我們剛剛黃泉產生的這個C技能是可以對單體造成特大的傷害 我突然發現我每隻角色好像都是一樣的都是對單體造成極大的傷害 當然呢應該是不會每隻角色都是這麼固定只是我運氣非常的 不是運氣是很巧合的每一隻都是這個樣子 好不好那我們現在開始就可以稍微多連一下 清一下 通常都是三回合 三回合就換對方這樣子 你會看到我們左下角有一個TAP這個類似像Touch一個手指在按的這個東西有沒有這就是我們的回合數 現在我們現在最後一回合了 我們看一下可不可以這邊消不到好吧 那我們就 就這樣吧反正也是一擊必殺 把他直接給消掉 秒掉秒掉 秒掉了 好 很可惜現在不能開技能吼 你們看到我們這個角色的右下角有一個1有沒有那個是我們的技能回合數 有點可惜呀 沒辦法開沒辦法展示我們這個龐大的技能技能系統 我們待會可能再打一場強一點的隊伍好了 強一點的副本啦 我們就可以享受這個 Fever Tide的這個威力 好你看我們下面這個Fever Tide的能量條也沒有毒滿 很可惜 也沒有儲滿啦 OK我們打完了 好吧那我們接下來來打一個比較稍微難一點的喔 那老頭沒有打過我們試試看 喔 那對面是吵戲的 所以說我們互不相剋 哎唷 他們剋我 好啵 哈哈 讓他們剋 我應該是不會打輸啦 好不好 我現在角色那麼強 打輸應該就撈開啦 有沒有這個七連 七連連出來之後 就可以產生一個C技能珠珠 然後我們現在最後一下了 最後一下的話 沒關係 我們捨棄這一回合發動C技能攻擊 我們用普通攻擊把他們解決掉 讓我們的黃豬豬連在一起 哎 血那麼厚喔 哇 我們太小看他們了 好吧那我們直接發動了 我們直接發動了 爆珠爆珠 再爆再爆 這一局應該可以把 我們還有兩回合 抱歉我忘記下面還有兩回合了 我們還可以再動 我們還可以再動 好我們這邊都沒有辦法連吸珠 無法連吸珠 把這弄掉 我們就可以連了 好希望我們這一次我們的fever time 可以稍微把他聚集一下 不然的話沒辦法展示給你們看 好拉拉這邊 算了這邊發動一下好了 好 反正我們現在這整排的 隊伍呢 每個C技能都是單體傷害增加 有些C技能好像是會增加回血 以及有的沒的拉 然後這個其實音樂聽起來蠻帶感的 我個人是覺得這音樂聽起來就是 一種那什麼 電子音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其實整個界面看起來非常的有質感 我覺得還感覺不錯拉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我覺得還可以拉 還蠻有質感的就是了 OK 然後在這一個 最後一發 好沒關係 沒有把他連到全部 無所謂 慢慢打應該都贏吧 好這雷屬性的 這有點硬喔 欸我們的Fever Time 一定要除滿了喔 快了喔 不錯喔 Fever Time 快滿了喔 看一下這邊拉一下 有這樣就接到了 Yeah boy 好抱歉這東西跳出來了 然後Fever Time 可以了 好我們剛好技能也打開了 你看我們看一下這技能 這個是生成兩個C炸彈 炸彈C就是我們這個連12珠的這個 C炸彈 技能 然後加上兩回合內神族攻擊提升 可是我們可以不用現在放 我們可以留到boss戰的時候放 可以造成更大的傷害 可能可以一次秒殺這樣 不過呢我們現在來展示要我們的Fever Time 來 開啟 這時候呢就有大量珠珠 往下跑 然後你就一直不斷的點你的這個螢幕 喔有沒有有沒有 喔這邊就是一個無限 無限點擊的概念 喔 然後還蠻短的 一下就點完了 喔直接對他們造成傷害 哇沒有秒殺 這大招其實還蠻爛的 哈哈哈 這個大招怎麼會這樣子 我突然覺得我們自己 用C技能打還比較痛一點 有沒有 好 好這一局應該可以把它解決了吧 啊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觸發C技能 打不贏 接下來有了吧 哇 這一波應該可以直接解決了 有沒有 那麼開 我們還可以再按一次 有 發動 解決掉他 有了有了 然後我們現在所有所有角色隊員的這個技能都可以開了 有沒有看見 超屌的 我們看一下第10關 其實我們可以先放一下技能了 我想要先放 有些技能還不錯啊 好像是我現在有兩隻這個挪炸 為什麼會有兩隻呢 因為 我的這個攜帶隊員呢 可以攜帶你好友的隊員 我的攜帶隊員也是挪炸 所以說會帶一個挪炸出來 那既然有兩個挪炸 我們就直接先發動一個技能好了 挪炸的技能是可以產生這個 10個黃爆彈 加兩回合這個黃鼠前頭10 黃珠大幅強化 這就是說 他的前頭呢 如果 有兩個黃鼠性的 不是 他們前頭如果有黃鼠性的話呢 黃珠出現力就會大增 這樣子 好不好 發動一下 OK 一個轉換有沒有 現在全部都會都是炸彈珠了 我們都靜靜按一下全爆了 有沒有 哎呦在按 一波帶走 沒來跟你開玩笑的 我的炸彈一直炸 我沒辦法按 我還剩一 我還剩 一回合 OK 發動 等炸彈炸完 有了吧 你還在炸 還在炸 一波帶走 一波帶走 有了吧 有了 好了我們接下來boss戰喔 那我們fever time 基本上已經可以開啟了 可是我覺得沒有必要開 原因非常的簡單啦 因為如果我們開fever time的話呢 我們這前面的黃珠珠就會消失了 我覺得有點可惜 我們可以先消完再開 應該也是可以吧 或者是說我們等到我們這些 同顏色的珠珠都消失了 我們再開也不遲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技能 三回合內所角色攻擊提升 發動一下 然後還有神族的傷害提升嗎 我們剛好這全部都是神族 好我來開一下這個技能 生成兩個C珠 C炸彈珠 然後 神族傷害提升 然後我們再來開啟一下 我覺得我們先按一下好了 對 就先發動 再發動一次 讓他全部再變一次有沒有 喔這樣傷害一定很高 我覺得 炸吧炸吧 哇下面沒炸到 喔沒有炸到可惜了 有有有炸到炸到了 好了 準備發動一波 行不行啊 哇 哇 哇 喔 左邊的直接秒掉 右邊直接秒掉 贏了 超屌 哈哈哈 不需要Fever泰的 爽 好的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 Crush Fever兩週年的活動啦 這個週年活動期間呢 會拿到這個免費週年活動的轉蛋票一張 如果你連續登入10天 會再送一張 那麼這個活動彈池的部分呢 轉蛋A轉蛋B會在這個 5月21號到6月5號 我們轉蛋A呢 分別為 挪炸 就是我們現在你現在畫面看到這一隻 還有李鐵拐和仙菇 那轉蛋B的部分呢 會有這個陽檢 旅動兵 還有寒香子 都是屬於這個中國風格的角色 然後呢 5月28號到6月5號呢 會有這個兩週年紀念中華Fever的祭典 A跟B 這個A跟B呢 這兩個彈詞呢 分別會開出這個 穿著中國服裝的這個角色啊 分別為 圖靈 法拉第 亨佩爾 還有薛丁格 麒麟 以及 我們的 咒斯 如果你們有 喜歡的這個角色 有在這裡頭 然後穿著這個中國服裝 你也覺得長得很好看 不錯 覺得很帥 覺得很屌 覺得很漂亮 很beautiful 很美麗 就請 留意這個時間 不要錯過啦 好吧 那我個人是覺得這次活動非常的不錯啊 為了能夠讓這個 能夠更貼近台灣文化圈啊 所以加入這個很多中國風主題的元素 看來這遊戲廠商是很注重亞洲區的玩家呢 聽我朋友講說這個遊戲裡面還有馬祖這個角色啊 台灣的這個馬祖啊 好啦 反正呢 我是覺得 還蠻不錯的 個人是覺得很讚 我應該會繼續玩下去吧 就是打吧時間玩一玩這樣子 好吧 那如果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按個訂閱 右下角按個喜歡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工商時間再見面啦 掰掰